云和法性自舍居直 未观下地为初法性 观于上帝为净法性 这是助除等相的一共是十一颗 现在是第六颗 调扇 调扇里边有标像 有随时 随时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是有形居直 第二颗法性居直 有形居直就是这位修行人 他的内心需要特别努力地调他 他才能够寂静一点 不是那么样的字眼 叫做有形居直 第二个是法性居直 就是现在念你这个文 怎么叫做法性之所居直呢 这个居直就是控制的意思 为法性的控制 这一颗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是问 第二颗是解释 解释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是观出净性 未观下地为初法性 关于上地为净法性 这是说这个修行人呢 他修行的时候啊 他内心里边呢 做如是观 观下地为初法性 这个下地就指欲戒说的 上地你指舍戒说的 舍戒出禅 这个人修定的时候啊 他心里 他内心里面思维啊 这个欲戒是个处理的地方 是个多诸苦恼的地方 是令人不快乐的地方 所以就是初法性 关于上地为净法性 他内心里面做观呢 观察舍戒出禅呢 是非常寂静微妙 令人安乐自在的地方 这样子啊 做观的时候呢 就能使令自己啊 调伏这个欲 使令这个欲得调伏 使令欲得寂静 欲是动荡的 欲是不安静的 这样子观呢 就使令这个欲就寂静了 不浮动了 就可以离欲了 这样意思 这是第一课 第二课是观寂静的 寂静微妙得安引道 既能证得心以静性 如五圣之 什么地中一了解释 这个寂静微妙得安引道 观寂静等 就是观察内心啊 寂静微妙得安引道 这个寂静微妙得安引道呢 也还是关于上帝 这个上帝啊 就是舍戒出禅以上 这个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是寂静的 是寂静的 是微妙的 就是 这个寂静微妙 微妙就是好的意思 特别的令人满意 这个特别的浮动啊 也是令人苦恼 所以这个上帝是寂静微妙得安引道 你能成就安引的圣道 这个前面是观下帝为初法性 关于上帝为净法性啊 这是一般都是寂静和初禅来对论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包裹二禅三禅四禅都在内 就是这个上帝啊 为净法性 这个寂静微妙得安引道这个地方呢 是包裹四禅在内 而有无漏圣道的意思 就不全是世间的禅定了 应该这样才是对 是寂静微妙得安引道 这个批心经人还有解释 既能正得心意净性 做如是观的时候呢 就能使命自己啊 能成就啊 正得就是成就 成就心意取性 心意取性 也就是心意净性 心呢安住在一个境界上 不散乱 就是成就这个定 好 这里边的意思啊 如武圣至三分地中 就是前面啊 现在是第四三禅 在第四二卷里面 已经解释过了 在这里不再多说了 是云和所行啊 这是第七科 这个第七科 前面是第六科是调善 这个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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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调善啊 分两科 第一科是问 云和所行啊 就是这个 这个修行人呢 他内心里面呢 所活动的 所修行的境界是怎么样呢 是什么意思 这个行 能行就是心 所行就是 三把地 在三把地里面活动 在三把地里面呢 修行 我们现在啊 没有修行的人呢 在散乱心里面修行 散乱心里面修行 不修行也是心里面散乱 修行的时候 心也不是说是决定定 就是用这个散乱心呢 去念佛 去念经念咒 尽量的让他不乱 就是支持而已 这里说 修行是在禅定里面 不是乱的境界 在禅定里面 在禅定里面呢 或是修世间的修 一种圣行 或是初世间的功德 这样意思 现在就是问 怎么叫做所行 就是问 底下解释 分两科 第一科 举三摩地 那么先标出来 为三摩地所行境界 你问我怎么叫做所行 现在回答你 为三摩地所行境界 这个修行音呢 它内心里面所行的境界是三摩地 就是禅定里面的境界 不是浮动散乱的 在禅定里面 这是第一科是标 第二科是解释 有所得定 过此以上不能自顾 这个修行的境界 虽然都是修行 有无量无边的差别 现在说出一样事情来 有所得定 由于你自己肯努力 你成就了一个定 就是这样子了 过此以上不能自顾 超过了这个境界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明白 就是你得了初禅 你二禅的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 是不知道 很多很多事情了 无量无边的事情 不是一下子就能懂明白的 过此以上不能自顾 这就叫做所行 这个所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 这是解释 在前面呢 这是第一科举于三摩地 这第二科举于根度等 如初禅律 不能灌见第二禅律 这底下举个例子 就像这个修行人 他成就了初禅 那对于初禅的事情 他能知道多少 要是就是不能灌见第二禅律 就是不知道了 如是根度 说取取度 以不能知 这上面是说呀 这个修行的境界 你修行的境界 你成就的这个 这个 范围 你成就这个功德的范围 超过了这个范围 你就是不知道 这是一个 如是根度 这个成就这个禅定的差别是这样子 论这个能成就禅定的这个因的根性 这个度是个范围的意思 这个限度 到此为止 这个范围的根性 这个因是个顿根因 那个因是个利根因 大家都修行啊 这个顿根因 你不能知道利根因的事情 不知道 你不能知道它 知道它什么事 你是出过圣人 是圣人的 但是得到初禅的这个因 是凡夫 但是初过圣人 你不知道初禅 这某事不知道 初禅呢 也不知道初过圣人的事情 也是不知道 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一样一样的 都是有限度 都是隔了一成三呢 在此就不知道B 是说曲曲度 说曲曲 就是普特嘎罗 就是要因说 这个因呢 其实我看这个意思呢 这个因就是 是个总说的 根是别说的 根和这个禅 这是这个因成就的禅 它是利根 顿根 这是别说的 这是别说的 说一句 这个因这一方面呢 他们的这个能力的限度 以不能知 这根和因也是一样 彼此不是同一类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这回事情 那么这是说这个所行 这个所行 这个第七颗所行 有这样 这个大意就是 在没有圆满无上菩提的时候 每一个人 所成就的功德 都是有限度的 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一类的 都是不能知道 你要你的程度低 你又不能程度高的 就不知道 是和你不同类的 也是不知道 这个就是 要是这样说呢 这个有修行的人 虽然是高不了没有修行 但是也不可以生高慢心的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云和引发 未能略设广文举意 既能承办诸生功德 这是第八课 一共是十一课 现在是第八课 是引发 怎么叫做引发呢 未能略设广文举意 既能承办诸生功德 这就叫做引发 这个略设广文举意 怎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呢 这就 他有这种智慧啊 略者少也 略设 略设 略是少 一少能设多 就是少少的文句啊 它能够设很多很多的文 很多很多的句 很多很多的意 这少少的文 它能够设很多很多的文句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的智慧 少少的文呢 就能够研发出来啊 很多很多的文句 少少的文 所以少少的意 它就能引发出来很多很多的文 很多很多的意 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智慧 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人说文一之识 我们文一之一就是不错了 但是他要文一就能知道无量 这叫做引发 既能承办诸圣功德 他能承办不只是这样啊 这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辩才啊 这样的意思 既能承办诸圣功德 很多殊胜的功德 比如说是无争三昧 怨自三昧 乃至十无哀劫 乃至到实力十无所谓 是拔不供乃至到佛的功德 这叫做引发 何等 何等爱 未惭愧 爱敬心 正实为正念正知 根护借护 即无悔等 若为最后 由谁落雇心边得定 这是第九课 叫做等爱等 分三课 第一课是等爱 怎么叫做等爱呢 这个等爱啊 就是平等地去爱护 都是爱 这么多的事情我都爱 就是等爱 怎么叫做等爱呢 未惭愧爱敬等 这就是说 这个有惭愧心 这个惭愧是一个事 愧又是一样事 这个爱又是一样事 但这里面就说爱 就是善法欲 欢喜一些善法 这个叫做爱 这个静信 对于三宝有静信之心 还有正思为 还有正念 这个正思为 你就是对某一种事 或者某一种道理 心里面去思维 在符合佛法的范围内 这样去思维去 就正思为 这个正念呢 就是明了现前的意思 明记不忘就是念 这个正知 直到现在内心里面是对的 是错的 是错的 这个根护 根护就是 眼耳鼻子身一六根 要保护它 不要有过失 不要在六根上有过失 这是护 戒护 就是要守受戒清净 持戒清净的意思 要保护所受的戒法 记忆无悔等 就是能够根护 能够戒护的话 心里面就不会忧悔 因为没有什么错误嘛 所以心里面呢 没有悔恨 没有后悔的这些事情 落尾 最后 因为没有悔你 所以能引出来安乐快乐 心里面欢喜 还有这个事情 这是最后 这一共 这是几个法 由谁落固 心面得定 因为自己内心呢 常常的随顺安乐 欢喜的关系 心就容易得定 心就容易得到禅定 这样意思呢 就是你去 你能够啊 这个惭愧 为爱静信 真实 为正念 正知 跟乎戒乎 无悔等 落等 你都能爱 爱啊 爱这些法 爱这些法 你就容易得禅定 是这样意思 是这样意思 这是 这是 等爱 第二课是不等爱 于此相为 明不等爱 前面这几种法 你都能爱 你就容易得定 如果是不 我不等爱 那就不能得定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常规 也不爱喜散法 也不敬信三宝 也不正实为 也不正念正知 这样这个正念 应该属于止 这个正实为 就是属于官了 这样的修止观 容易得定 那于此相为 就不得定了 就不等爱 不等爱 就不用得定了 第三课 等爱 以不等爱 云和等爱 以不等爱 你未如有意 于惭愧等 少分成就 所以有一个人 对前面这几种法 对这惭愧这几种法 少分是成就了 还有少分不成就 未惧惭愧而无碍尽 这样子 这样子乃至广说 也是不能够容易得成定的 也是不能 这样子 云和为争 云和为争 为所得定 转复正章 这是第四课 一共分十一课 现在说第四课是正简 是云和为争 是云和为争 为所得定 转复正章 就是这个修行寅呢 它经过了多少年月的 多少岁月的辛苦修行的 成就了 禅定了 成就了以后 还继续的增长 好 就是越来越殊胜 由玉吉丁到未到地丁 由未到地丁 又到了初禅 由初禅到二十三禅 就是继续增长 云和为减 什么叫做减呢 为所得定 欢呼退时 我得到了初禅 得了初禅 又退了 这个 心也不寂静 得到清安乐 逐渐也没有了 心里面也不寂静了 又散乱了 又退时了 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 它努力修行 结果有的时候 有失掉了 也有这种事情 有证 有减的这些事情 是 云和方便 在底下第四一课方便 为二毛一证 第二课是解释 解释里面分两课 第一课出二道 说怎么叫做 修行的方便 以此为方便 而能得禅定 那么怎么叫做方便呢 方便也可以说是一种行动 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 就是依据这个方法去做 那么就是行动 为曲笔二道 就是说 这个曲是前进 向前进 有散乱进步到不散乱 有欲解释进步到未到地定 有未到地定进步到出禅 二禅三禅四禅 那就是禁 这个向前进 曲笔二道 曲笔禅定的方法 就是有两个方法 就是一个直观 就是要用直观的方法 才能以直观为方便 才能成就禅定的 是这样意思 这是出二道 底下第二课是指三项 有直曲舍 当之如前 只能向中一句方便 有修行音 也要注意 你修直观的也要注意 这个直 曲舍这三个方法 用这三个方法 来调你这一念心 应该修直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时候修曲 应该这个时候修舍 用这三个方法来调心 这样子你慢慢你就成功了 应该修直的时候 你修局 应该修局的时候修直 应该修舍的时候 你修直局 那就不行了 怎么直 怎么局 怎么叫舍 你当之如前 只等相中 前面有三十二项 有个地方 在那里已经说过了 在那解释过了 好 看意思 这个批询记上说 是零本四一卷十二页 这个不对 是四一卷二十二页 你看一看就对了 好 扶持如分别静律经言 有静律者 即于心等位置未衰 乃至广硕 这底下第四课 叫游导舞蹈 这个 在我们这一卷 这第十三卷一开始的时候 旁边比翼 从那一颗里分两颗 第一颗是引诗诸经 分十一颗 分十一颗的时候 第一颗是要空闲等 第二颗修无量等 第三颗是等词 等字 三巧等 这一颗已经讲完了 好 那个十一颗是在这里的 这一颗讲 现在是第四颗 游导舞蹈 就是你修禅定的时候 修直观的时候 有的错误 有的时候没有错误 这样意思 分两颗 第一颗是跌经言 经上说的话 把它引来 如分别静律经 这一部经上说 有静律者 居于心等 未知未衰 居于心等 心是心胜 心胜向前进 就是 由少而多 由小而大 这个定力辗转的真胜 那么这就叫做心 但是 你修行的境界 在这个时候 是兴盛的时候 但是你自己 为之为衰 因为是不好 那么这不就是颠倒了 是颠倒 这里面这是简单这么说 乃至广说 下面会儿就多说 这是引经 跌经言 第二颗 十比一 分三颗 第一颗是略标识 略标识 第二颗是广分别 现在略标识 是磁中四转 荡之二十颠倒 这一部经 所说的这种事情 心等 这个等就是衰 心衰 这里面是有四种生气 转折生气 就是现出来四种情况 叫四转 四种现象 当之二十颠倒 就是兴盛的时候 也有颠倒 衰的时候 也有颠倒 二十 二十颠倒 那么就是有这样的情形 位于山墨地要退堕时 要圣进时 那么这是二十 就是你在山墨地里边 在禅定里边 是要退堕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没有犯错误 你犯错误了 你这个方法搞错了 搞错了 你就从禅定下来退 退的时候 要圣进的时候 方法没有错误 你这向前进的时候 圣进的时候 取退 这是二十 退堕时 圣进时 这是两个时间 取退 继退 具名为衰 这个退堕的时候 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取退 现在还没有退 但是向于退 但是向于退去了 这个情形呢 已经对向那个退的地方去了 就是有可能要退 既退呢 这个退就是正开始退了 已经退 线下退了 退死了 这两个情况 这两个情况 具名为衰 这就叫做衰 取圣进道 基于圣进 具名为星 现在 现在没有圣进 现在没有圣进 你没有向前进 但是这个情形呢 你准备的这个条件情形呢 是向于圣进去 这叫做取圣进道 基于圣进 这是开始 已经开始了 圣进了 进不了 这两个现象呢 具名为星 这叫做星 这样子说 两个十 加起来 一共有四个现象 就是这个 这是略表示 这些广分别 分两颗 第一颗是游道 分两颗 第一颗是圣进时设的 分两颗 第一颗是正 所以云和英之 于三末地 近时颠倒 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啊 在这个定制中啊 进步的时候 犯错误了 犯什么错误 怎么回事情 我不知道 这是问 底下嘛 就是 回答 就解释 解释分三颗 第一颗 标笔下 现在先 说出来那个情况 比一位额今退时 历生许落 额今退时 生生莫地 这是说 那个仁呢 那个修行仁呢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我现在呀 退死了 离生喜乐地 离生喜乐是什么 就是初禅 他又未到地定啊 修行得到初禅了 本来是很好 但现在嘛 但现在嘛 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啊 离生喜乐 离欲恶不善法 得到了喜 得到了乐 那么现在死掉了 退死了 退死了 离生喜乐 额今退死 圣三颗地啊 我现在呀 死掉了这个殊胜的禅定 这里很开探啊 很悲伤的 这个味道 这个 但是这个说的话还是简略 还没有完全说明 这 于什么地禁死颠倒者 这个批勋记的人啊 始终禁死未取胜尽道士 于禁未退 孤明颠倒 本来自己是向前进的 事实上自己是进步 但是自己不认识 认为是退 这是个颠倒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 自己用功修行 正在向前进步啊 而自己不知道 因为是退了 你看这个事情可惜不可惜 是这样的情形 这是个略标项 这是标笔项 底下在解释 是所以 分两课及举所由 为静律者勤修西固 心取寂静 随舍心固 这是说这个已经成就了出禅的这个人 出禅这个人 是亲修西固 他很努力的呀 很不懈怠呀 他没有得少为主 还继续用功修行啊 修行的时候 心取寂寂静 这个心呢 这个进步是什么 就是内心的境界向前进步 内心向前进步了 内心里面呢 进步到寂静的境界 这个初禅里面有寻思 寻思啊 是浮动的 那么无寻无思嘛 就是寂静的 这个心呢 取 就是向前进 向前进步到二禅的 这个无寻无思的寂静的境界 行前进步 进步到随舍心固 随顺的二禅呢 那个 气舍寻思的那种寂静的境界 心里面呢 有那个内等境 离外鼓动啊 于内等流 那种境界 心里面呢 很寂静 心里面明静啊 不动 没有这个寻思的 咬乱 就是随舍心固 这时候 这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冲出境律 入第二境律 进奋 这是在进一步的详细解释 冲出境律 这个人得到出境律以后 他又想继续修行 想要得到第二禅 他这样努力修行 他就冲出禅了 入于第二境律的进奋 第二境律的进奋 这个出禅 前面有个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又名为进奋定 就是他接近了出禅 他还不是出禅 但是和出禅是接近了 现在到第二禅也一样 那也有一个接近第二禅的那个境界 还没到第二禅呢 但是和第二禅接近了 那叫做进奋 冲出境律 入于第二境律的进奋 继续努力就得第二禅了 就是这么个境界 冲于此事不善了之 然而这个人呢 他不欢喜学习 他不欢喜亲近善知识 我自己用功 我不听你讲 我不听你 我不跟你消息 我自己用功 好 你自己用功 自己用功 他这个事不知道 不知道呢 有什么不对呢 严于此事不善了之 于此位中出境律的喜乐已过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此位中啊 这个出境律的喜乐已过 在出禅的时候 有喜也有乐 现在向进步你 就是超过了出禅的喜乐 这句话就等于说没有了 出禅的喜乐没有了 没有了 第二禅的所有喜乐 有未能得 就在进分 在进分那里 第二禅的喜乐还没得 第二禅也有喜乐 但这个时候还没得 有未能得 没有得 他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禅分定在这里 在这个境界里面 变着四年之第二科 前面是举手有之第二科 明作念 变着四年 他心里面就这么想了 额进退死 离生喜乐 因为内心里面 这时候有感觉嘛 感觉这个喜乐没有了啊 没有这个出禅的喜乐没有了 那么想要得二禅 二禅的喜乐也没有 谁还从彼退 舍其心 他心里这样糟糕啊 我以为都失掉了啊 那么就赶快的还回来 还从彼回来 还从彼退 从彼所退死的出禅了 来舍其心 再得出禅 再把出禅拿回来 这样子 他这样做 这样做 这是明作念 他心里面的计划 这是第二科 十所以 第一科标笔像 第二科是十所以 现在第三科皆颠倒 当之如是修静律的七心颠倒 应该知道这个修静律的这个人呢 他错了 他搞错了 他就 你这是向前进 已经到了第二禅的禅分 再努力就是二禅了嘛 但是他不明白这件事嘛 所以又回到出禅去了 那么这是个错误 七心颠倒 他这个心是错误了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一段文呢 这是第一科 这是圣禁四舍 有颠倒 这是个错误 是个错误 底下是第二科是退堕四舍 是云和影子于山的退四颠倒 前面是禁四的颠倒 这底下说是于山的退了 这错误 退了错误啊 这句话是问 底下的解释 分三个第一科 举所由 他什么因有 什么原因 未如有意得出禁律 为涅槃固积极之良 未如有一个人呢 他已经得到出禅了 出禅成就了 很不容易而成就了 很值得庆幸 这个时候 他心里面有点变化 是干什么呢 唯涅槃固 他不想得二禅 不想得二禅三禅四 他不想 他想要得涅槃 得圣道 像得涅槃固 那么是干什么呢 积极之良 他这个时候啊 就是积极之良 积极之良 当然就是要学习 就是像师长啊 或者是读书啊 要学习四念处 四念处是得圣道的质量 积极之良 比喻涅槃 宜得所修之良 圆满 比那个修行人啊 很好 对涅槃 想要得涅槃 于是会努力的去积极啊 修圣 修涅槃 得涅槃的质量 应该准备好了 宜得所修 质量圆满 这样子 由此因缘 或有功用 或负运运 岂如是想做一现前 他质量准备好了 那么他就啊 开始行动了啊 由此因缘 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或者是功用 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啊 或者是运运的 不需要特别努力 很自然的就这样用功了 岂如是想做一现前 他就发起了这样的四年处 四年处想 就是这个四年处现前了 这样修行 这个 《平行记》的文啊 前面那一段 于三摩地退死颠倒者 始终退言为事坚定 所生喜乐不服现行 你一修十年处的时候 你在第四 在出禅里修十年处啊 那出禅里面的喜乐就不现前了 于而所时 就是那么多的时间内啊 起燕里想 修十年处不就是燕里了 作一现前 俱时应言是圣进子 于此圣进未为退死 还是这样意思 于圣进是未为退死 古城颠倒 这是一点 底下说 其如是想 作一现前者 为修涅槃道的时候啊 于断界 离欲界灭界 观见罪生寂静功德 于断界 就是见道的时候 见道的时候啊 这个 断出去 这个 这个见烦恼 这就是断界 离欲界 就是修道的时候啊 继续修十年处境 断出去 这个 这个 俱生的烦恼 断出去 爱烦恼就是 灭界 就是爱烦恼 贱烦恼 完全都是灭了啊 就是 这个 无蕴都寂灭了 舌舌全是都寂灭了 那就是那个 真谛 真书中三谛 那个真谛的境界 毕竟空的境界 关键 最圣寂静的功德 那个 那个法性的啊 那个寂静 是最圣的寂静 是特别有功德的 修习断想 离欲想 灭想 或有功用 或付应孕而得现前 世明岂如是想做意现前 由如是想做意故 欲诸舌中乃至死中 了之如病乃至无恶 这个 批询记这么解释哈 但是文上 这个 欲确实的论本身就是 什么叫做呀 岂如是想做意现前呢 就是 这就是了 由如是想做意故 欲诸舌中乃至死中 就欲诸舌中想于死里边 了之如病 了之到我们这个生命体啊 这个蛇受想行识是病 如病 如勇如见 无常败坏 了之是无恶的 就是做如是观的意思 这底下 这个批询记 欲诸舌中乃至死中等者 为于蛇受想行识所舌诸法 了之如病 如勇如见 障碍 无常苦空 无恶影子 就是做如是观 好 由如是想做意故 好 这个做意啊 是引起想的 心所的一个功能 好 就是引心取静 名为做意 把这个新做法 把这个新做法 引发出来 叫它到水然境那里去 这样的作用叫做做意 这个做意呢 是引这么多的想 如病想 如勇想 如见想 无常苦苦无恶想 就是 也如是想做意故 从此无间 因四间定所生喜乐不符先行 你在初禅里面呢 你在修世念初的时候 你无间 就是立刻一地 这个四间定所生的喜乐不符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这件事了 这个献出来呀 要在初禅的这个三末地里面 修世念初的时候 这个境界是这样的 在初禅的喜乐没有了 便着四年 而这个修行音呢 他就这么说 这么想了 额今退死定生离 我修世念初得涅槃 是我的目的 但是我现在失掉了 这个初禅的利益 初禅的利益就是喜乐 我的初禅里面 得到的这个利益 就是喜乐 现在喜乐没有了 既所依止 既所依止的心一净性 这是这样意思 随环充笔 他一失掉了初禅的时候 心里面都不能忍 他因为死掉了 他就不能忍受 他就赶快的 也要把初禅拿回来 随环充笔 退社其心 这样意思 额今这个批心记 额今退死定生 礼仪等者 所生的喜乐 你使命利益 所得转移明所依止 这样解你和谁有点不同 所得转移明得依止 这指身体说了 这个 他说 你没得初禅的时候 你这个舌舌贤是这样子 得了初禅以后 初禅的舌舌贤 和没得初禅的舌舌贤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叫做依止 现在是定生礼仪基所依止 都没有了 都退了 都失掉了 这是他这样的作念 如是当之修净律者 欲三磨地退死颠倒 这是第三课 结颠倒 无一举所由 吾尔明作念 这无三的结颠倒 是当之这个修净律这个人 欲三磨地退死颠倒 这是个错误 这是个错误 这可见 前一个圣禁师舌的颠倒 是世间三磨 现在这个退堕师舌 是指修初世间的三磨 初世间 修圣道 在禅里面修圣道的境界 这两课加起来 这是一个游倒 游倒 游倒 云和当之修三磨地退死五岛 这第二课 是五五五岛 没有颠倒 没有错误 分两课 第一课是变相 分两课 第一课举出五岛的相貌 分三课第一课问 云和当之修三磨地中 退死了 但是没有颠倒 没有错误 这话怎么讲呢 是问 未如有意得出净率 便生喜如 这是底下解释 分三课第一课有爱慰 退死五岛 这底下说这个退死的原因 未如有一个人他得到出禅了的时候 他就喜足 就知足了 我不进步 不再修行了 我就住在这里 这样意思 不求上进 其为喜爱慰 就是欢喜这个出禅的境界 由其如是欲 居心想作异故 随便退死进欲解定 由于那个人呢 他没有大志 所以就是发起了这样的爱慰心 这个爱慰叫做欲居心想作异故 这个欲 就是个爱慰 爱这个出禅的喜乐 这个清安乐 就是爱着这个 这个爱着的欲 这个欲 与想作异 是同时活动 所以叫做欲居行想作异 这个想 这个想是什么 取着 这个出禅的喜乐的相貌 这叫做想 而这个取着喜乐相貌 这个想的同时 就是爱这个喜乐 所以这是同时的 随便退死 随便退死 这个人 以这样子爱着的关系 就把这个出禅死掉了 禁欲解定 就是这个出禅 出禅和欲解是临近的 为临的 就是这样子 彼于此摔 能了是摔 这个人 这是一个退 退是一个摔 是一个摔手 摔外 如果是个不吉祥的事情 他可知道 他知道 知道是退了 知道这是个摔 由此因缘 当之舞蹈 这舞蹈原来是这么讲 自己错了 知道自己错了 那就叫做舞蹈 这样解释 于三末地退是舞蹈等时中退时 退时 未取退时 不是退 相于退的时候 这么讲 于此取退 了之是退 事故无蹈 一于此中 说彼于所得定 不求上进 为其爱慰 应是顺住分舍 这是《批行记》作者这么解释 顺住分舍 这个住我 就是住在这定里面 不退也不进 这样意思 所以这个人爱慰这个定的时候 他也不求上进 他应该是住在定里面 这个《批行记》这么解释 顺住分舍 是由此故之 为取退时 说明退时 《批行记》这么解释 但是我看这个文这个意思 不像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 就是死掉了 好 因为你爱啊 就是死掉了 禅定 一爱 你这个烦恼慢了 就是渐渐的重了 就把禅定退了 我看是退的意思 这底下 有爱为敌 第二有高局 又有所得禁律定 故自欲毁他 这个又有一个不同的情形 就是这个说得禁律 由于他自己成就了出禅的关系 他自欲毁他 自己赞叹自己 毁谤别的人 怎么毁谤法呢 为恶所得 此净律定 非欲能得 别也不能得 唯有我才能行 能得 由其如此 欲居心想作异固 这个高慢心叫做欲居心想作异固 所有盖禅转征转后 你生了高慢心 对于这个欲有爱 对于这个定 又有爱着心 这就是个盖 又生了高慢心 这都是盖 也都是烦恼 来缠绕自己 缠绕自己 你常常这样的思维 转征转后 辗转的烦恼就增长 辗转的烦恼就厚起来 厚而不薄 辩充定退 也就是死掉了 才定了 比于此衰能了是衰 退来的时候 他也知道这是不对的 是个错误 由此因缘当之无道 是没有错误 就叫做无道 这个事情也是 由于所得净律诸定 显示于他这是第三颗 由贪求 由于所得净律 由这个人前面一个爱卫 第一个是爱卫 第二个是高慢 现在第三个 就是他这个人 因为自己得到了出禅了 所得的禅定 注定 也可能得二禅三禅 注定 显示于他 我再告诉别人 我再告诉别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主国王 继王臣等 当供养我 这样的贪心 起了这个贪求心 从此 重定其矣 寻思此事 他在定里面 他也这样想 重定其矣 出了定以后 又再思维这件事 犹如是欲 居心想作异故 所有盖禅转正转后 于如前说 就像前面说 那么这个就从禅定退了 就死掉了 如是当之修静律者 于什么地退失舞蹈 他知道自己是错了 所以叫做舞蹈 这样意思 前面是有蹈 这一颗是说舞蹈 舞蹈里面分出这么三个差别 一个爱位 一个高举 一个是弹球 这样子 这是舞蹈 这个舞蹈里面 举出舞蹈 这个出舞蹈里面分成为三样 这底下第二颗 四二翻倒第二 看这个翻倒怎么讲 第二舞蹈 翻出舞蹈 应之其下 那么就是翻出舞蹈 就是前面那个翻出舞蹈 和前面那个出舞蹈 把它翻过来就是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舞蹈 好 应之其下 这样讲 那就是 前面是这么多 一个爱位 一个高举 一个贪求 现在翻过来 就是不爱位 也不高举 也不贪求 那么这就是第二个舞蹈 这个倒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诗 应之其下 此二舞蹈 已于二诗 应之其下 这是第二颗 这个第二颗 第二颗 你分两颗 第一颗是变相 现在第二颗名位 名他的身份 他是哪一个阶段的 此二舞蹈 已于二诗 应之其下 也是两个诗 一个衰退 是一个新圣诗 是这样一诗 那么这样讲 第一舞蹈就是衰退 衰退是舞蹈 现在这个第二个翻倒 第二就是于兴圣诗 他是 他向前进的时候 他舞蹈 他不贪 他也不爱位 也不高举 也不贪求 那么他得了禅定 继续这样进 这当然是 是圣进的时候 这样子 由于如是导舞蹈处 安利四传 是结束这个 由导舞蹈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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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由于如是导舞蹈处 主持续安利的四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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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讲到灭尽三魔波底 还有那个无想定 那个中间有一些模糊的东西 模糊的概念 请师父澄清一下 就是说 那个无想定的时候 它是最后离了所缘 然后呢心得寂灭 然后我查字典呢 它也是讲说是心心法灭 那么就是说 在那种状态的话 对第六诗来讲的话 它这个是灭而不转 那和那个灭禁定的 第六诗的状态 应该是一样 因为如果是不转的话 它里头的指着也不会起 分别我值也不会起 那么它和灭禁定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 它的第七诗的我值还有 而这个灭禁定的呢 第七诗的这个我值也被 也被这个灭掉了 是不是这样 是 那就是我还另外就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无想定的话 它上那个字典上是讲啊 说是外道 认为这个无想 灭了想之后呢 就是涅槃的境界 所以呢 它呢 在那边就是说 是想把心心所法灭掉 那么它就认为 这是涅槃的境界 那么这个灭禁定的话呢 它也是心心法灭了 但是呢 师父讲说是跟涅槃相似的 说是跟涅槃相似 那么就是说 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从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 光是灭心心所法的话 是不能够成就涅槃的 对 因为三国圣人 它即使是圣人的话 它修灭禁定 最后它的 如果是在色界受生的话 它还是有后友的 所以它虽然灭掉了心心所法 它对它的涅槃并没有任何好处 它是暂时休息一下 它的目的是为了暂时休息一下 所以要入灭禁定 这么意思 这个无想定和灭禁定的差别 是一个是无想定 它的恶之还在 这个灭禁定的恶之 一大部分都不在了 这个是佛教徒 灭禁定是佛教徒 无想定是外道 其中的不同 就是佛教徒因为修世念处 修了悟而观 它瞬间了恶的执照 达到了灭出去 无所有处定的欲 就有能力入灭禁定 它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前六十日都不动了 这是相同的地方 差别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完全 一个是有邪之邪剑 一个是无邪之邪剑 一个是没有消灭恶之 但是它六十不动 这恶的执照也不动 但是恶之的种子还在 但是灭禁定的这个圣音 它修过无恶观 达到三国圣音 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它的恶之种子已经消灭很多了 但是还没有情境 一个完全情境就是阿罗汉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差别就是这么多 也有相同的地方 它一大部分还是不相同 如灭禁定那个心想寂灭了 这是大批菩萨论上说与涅槃相似 涅槃相似 而不是就是涅槃 但是相似了 从灭禁定出来 就好像从涅槃里面出来似的 就是说如果是从八十的角度来讲解释的话 是比较容易了 就是说它那个第八十还没有灭掉 所以呢它前七十即使是灭掉的话 它还能够从定中出来 假如说是它进入了无欲涅槃的话 就是说连第八十的后友 就是艺术的果报都没有了 所以它大概就出不来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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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乘是这么说 如果是把阿拉耶尸也灭了就不能出来了 所以这里又引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说 这个就是从这上头来看的话 因为那个字典上讲 说这个灭心心所法 这个无想定 圣人见之为深坑 所以就是不与亲近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因为它的心心所法灭掉了 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掀起智慧 所以就不能对之我之 因此呢就不能得到涅槃 是的 但是这个无想定的人呢 它是邪知邪见的人 它就是六十寨的时候 它也不相信佛法 也不相信无恶的道理 它也不修十年初的 它有邪知邪见的 灭了固然是不能够修无恶观 不灭说也不能修 因为它没有这个信心 但是灭尽定的圣人 他是佛教徒 他相信涅槃 他相信无恶 他相信四年初 所以他修四年初 你能灭出恶知 也灭出恶爱 所以达到了那个高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能入眠近定 入眠近定 这文上是说 是说 我也暂时休息一下 暂时休息 但是我看 可能另外有别的意思 就是尝一尝 这个味道 这个灭尽定 没得灭尽定的时候 有那么高的程度的人才能入眠近定 我还没到那个时候不能入眠近定 就是这灭尽定 有一个尊重敬仰的意思 我几次 我几次能够入眠近定 现在好了 他也去 入这个定里看看是什么意思 什么境界 那么意思 我看也有这种意味 所以在这个灭尽定里 他也没办法修观的 实际上是没办法修观的 这个时候是不修观的 所以就没办法 就是说对我知方面 应该没有对知的力量 没有对知的力量 但是对我知也有威胁性 因为那个圣道 无恶的圣道的那个智慧 也是不动的 但是还是在的 那么对我知还是有威胁性的 还是有威胁性的 那和无想定也不同 因为这个就牵扯到 牵扯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有关禅宗的一些修行方法 就是说 或者是还有 我看有一些其他的经论上也讲 就是说对于诸法本身这个相 牌扯 祭灭 祭灭相 以后呢 他的心就得了祭灭 那么这种想法 令心祭灭的这种想法 跟这个无想定的这个 这个修行的这个想法 从刚才师父讲的意思上来看呢 就是说 如果是禅宗的修行人 或者是佛教徒的修行人 他灭除这个心法 那么他是用正之见 里头有无我的智慧 去灭除的 而不像无想定 无想定的人他是邪之见 所以呢 他即使灭除了心所有法 也没办法 这个 从这个教义上看呢 不修无恶观 恶之就是在 所以光修心的祭灭 应该不是一个 就是对我之没有办法伤害 你没修无恶观 你没修无恶观 说是心祭灭了 心祭灭了 这个恶之对烦恶还在 还是个生死反复 从教义上看呢 禅宗人的修行有问题 从教义上看 从这些经论上看呢 你不修恶之 恶之就存在 你不修法空观 法空就是 法治就在 就是存在 表面上的活动 可以停下来 但是那个种子还是在的 还在你就是凡夫 你就是凡夫 你只是心里面寂静不动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圣摩托而已 你没能修这个 批评神道观 没有修无恶观 没有修法空观呢 你不思维一切法 是空无所有的 你不思维 恶之不可得的 你恶之法是还在 还在你就是个圣是凡夫 你怎么能说你就是佛 我就是佛 完全是 从教义上看呢 禅宗是有的问题 禅宗是有问题 但禅宗自己的人 他不这样想 你要看《楞邪经》 《楞邪经》也是说要断恶之 断法治的 所以不读经论 按照自己去希望分别 是有问题 但是禅宗自己的人 你才是虚妄分别 是我虚妄分别 但是要是从经论上讲 对 因为有些经典上也确实是有 就是说一切诸法离心原相 或者是这些 就是说一切法无相 然后得到新的寄灭 这也是在经典上也应该是 离心原相 怎么样才能够离心原相 那个心原相就是真如了 真如 那个真如你才怎么样 你才能够达到那里 还是要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的呀 破出去恶之法之 这时候你才能够弃入 你才能够弃入诸法纪原相 这个离心原相 才能弃入 你只是不分别 这个不行 不分别只是个纪 是个说梦头的纪啊 你想一想 只是个纪 观诸法心无有二相 还要观的呀 不是说是纪 这不行 大家需要纪 不纪也不可以 只是纪 纪不可以 还要观 所以从教义上看呢 是你读一读 读一读这个大使的论也好 读一读这个玉切使的论也好 就是我们只是读经论 只是读经啊 有的经我们还容易懂 你们是这个楞协经 它也说明了要修恶空观 我们法空观的 这就很明白 你没修没修就只有问题 但是后来禅宗的人 好像不大度冷却经 不度冷却经 无念为终 无念为终 当然也是无念也是人不能说错 但是有问题 也是有问题 所以后来的人呢 我拜这个师父 我师父这么讲我就这样子 也没有错 但是你要不去读经论 所以我主张啊 一定是一法不一音 还是佛书这句话是对的 一定要读经论 经书不可不读 要读经论才知道 这个修行的方法是这样子 只是听音 那个音也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 也可能是错的 可以再多读 我们读读玉切识的论 读完了再去读大志识的论 去莫和波尔 波罗密经 所有经都可以读 也可以再回头读一读 阿罕经 这些大波涅槃经 大宝积经 大义经 所有经都可以读一读 然后你就再想一想 怎么样才是对的 师父 还有今天讲课的 有一点问题 就是那个师父讲到 那个从初禅到二禅之间的 那个禁分定 得到了那个禁分定 然后初禅的喜乐失掉了 二禅还没得到 二禅的喜乐还没得到 那我就问题就是在这儿 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人得到了 那个地方的禁分定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喜乐了 但是他心里的定力 是不是还没有丧失 他仍然感觉到 他心里是有定力的 对不对 不一定 还是连定力都丧失 不一定 所以他就没办法 不一定 就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就是不一定了 不决定 因为自己心不安 我已经得的死掉了 我没得的还没得 心里面不安 不安的 就有可能 就死掉了 不一定的 定力也死掉了 所以一定是先搞清楚以后 也有信心 按照这个方法继续 继续向前进 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才可以 还有就是说 我今天早晨呢 用了两个钟头 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没有讲 我心里面有个问题 我今天没有说 我说你再想一想 就可能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 谢谢师傅 谢谢 师傅 刚才那个自禅师 讲到那个第二净率 然后第二净率 净分定 那个从净分定 到第二净率 进去那段时间 大概会多久进去 然后在刚才您有讲到说 您想那个问题 您不讲 是不是可以讲 师傅 师傅 要多少时间 这个很难说 有的可能很快 不需要一个钟头 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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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禅了 有的可能会 可能会要多少天 也不一定 这很难说的 你就是我们的这个 得到味道地定 这是初禅的进分定 然后就得初禅 要多少时间 一样 一样 道理是一样的 请问师傅 刚才提到那个 所外道的无想定 好像外道有两种 入涅槃 他们以为涅槃的境界式 除了第一 入无想定以外 还有一个是入飞翔 飞飞翔 触定 那这两种外道 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有这样两种外道 其实不止两种 外道不止两种 多得很 有的是 外道得到舍戒四禅 一个是 入无想定 就是涅槃了 这是一种外道 以后 到无舍戒的四空定去 才是涅槃 还有这样的想法 也有的就在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就是涅槃 也有外道这样想的 我将才说 这里面有问题 我将才说不说 不说就是不说了 我说不说就是不说了 但是我不会永久不说 其实后边还会说 因为还有很多问题 我会讲 还会讲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今天所讲的说是禅令的退失问题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说 如果你是 你把所得的禁律注定 显示于他 威诸国王及王臣等 当公养于我 重定其语 巡视此事 这样的话就会 这种座义呢 就会使你烦恼增强 而退失禅定 那关于这件事情 我有这个感觉 那换句话说 现在有神通的很多 我显示在世间上 也有一些有神通的人 那么他们也并没有说 避讳把神通的事情告诉人家 那应该这样讲 他有神通 应该是有禅定 那么这样讲的话 他把神通告诉人家 那会不会退失他的禅定 是不是靠他 如果他的心中的动机 是在摄取众生来信仰佛法 或者是说 他是在求供养 而来决定 这个禅定的退失的问题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认为 最好我们还是不说 现在谁有没有神的 这个事不说 我们只说这件事 就是能放下玉才能修禅定 才能修禅定 修了禅定 还有得禅定 得了禅定以后 再修神通 成功了才有神通的 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玉还没有放下的话 他不可能修禅定 修禅定也不会得禅定 这个欲要没放下 得了禅定 而后有可能有神通 要根本没有禅定 哪来的神通呢 根本没有神通 这个中科巴大师在 菩提道持续略论的 师摩陀掌的后边 我有一会儿和一个人 他是宁波车 他是什么 我和他说的 我说中科巴大师在那 在后面说 现在的人 得未到地定的人 都很少很少很少 何况得禅 那么哪来的神通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有神通 哪来的神通呢 你意思是说这些能够说一些 其他事我不说 所以没有这个事不说 我就是说这些事 这些事就是 你没得禅定 你不可能有神通 你要能够 我们先从头说 就是我江才说 你要有欲 你就不可能够修禅定 你修禅定是白修了 欲会破坏你这个禅 你静坐得到一点 这个欲立刻就给你破坏了 就没有了 你继续修 继续破坏 修了半天 这边是白星空 要没有欲 你立了欲 然后放下这个欲 然后慢慢地修 有可能会一天一天增长 这个要是少欲 有可能还可以 欲要是稍微重一点 都是不可以的 这个禅定是没办法修的 你要是想要知道那个人 有没有禅定 你看那个有没有欲 就可以知道了 要是在修的时候 说他现在还是有夫妻的 但是他在修的时候 这时候 你没有神通 你也很难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要得到禅定以后 一定是没有欲的 决定是没有欲的 味道地定还是有多少欲的 你得了欲 味道地定还是有欲 要得到禅 决定是没有欲的 欲和禅不可以并离 我对不起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比较严肃的课题 当初想到那个印老讲的 就是说他不主当太深的禅定 他说会 一定从会学到下 比较深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末法时代 中中大师也讲过 禅定是不容易成就的 没有心心所法的时候 我们世间菩提道上的 无边无量的福子之量 怎么成就 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比较 去思考这个问题 很多时间如果放在在禅定 修禅定的话 大多数的东西是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成就这一个部分 可是定学并不是不重要 它是一个方便 是一个助导 主要是三学里面 会学还是它的一个重点所在 师傅你认为说 印老这个观念呢 是不是有共通的相通之处 谢谢 我怎么敢去议论 议议议议老 我不敢议议 我们不说谁 不说谁 我们就说这个佛法 这样是可以说的 反正佛是这样说的 戒定慧 佛是这么说的 我也可以坦白说 我和印老这个地方不完全一样 我和印老的说法不完全一样 就是我因为定还是重要 定还是重要的 因为在诚实论上讲 在诚实论上说 我们 我说我们的一个出家人 或者战家人 我们很有道心 我能够受戒 持戒 清净 然后我能够每天念佛 拜佛 念经 念咒 就是这么用功 很容易死地退掉 你也没有定 你这个境界很容易就死掉了 就连出家人都在那一样 没有定的时候很容易就死掉了 要有定以后 不容易死掉了 你这个善根 你念咒也好 你念经也好 这个功德是不容易死掉的 这在诚实论上说这件事 在我们今天的佛教的情形上看 就是因为没有定 因为大多数都不修定 大多数都不修定 不修定 当然这个欲就是不能服 多少有的惭愧心呢 欲可能会好一点 不至于欲越 但是就是平平常常这样子 你也没有定 你就是平平常常这样子 稍微好一点呢 我们看上去也可以了 就好 但是平平常常 在佛菩萨来看 还是平平常常 这无可奈何的事 就是这样子 这是没有定就是这样子 第二件事呢 用佛法的学习啊 就是说慧 戒定慧 慧是闻思修三慧啊 学习的不够 学习小小学习一点 就是到此为止了 不求上进了 为上进呢 那么你学习一点 当然就是善知识了 就是这样普遍的去 就是弘扬佛法了 多少有的才华 有辩才说的也很好 写的也很好 然而啊 因为不深入学习佛法 只是少少有点文会嘛 师父修都没有啊 佛法讲的呀 不是那么回事 说好 说我能够啊 不要得上为主 我继续地用功修向佛法 那么你要没有定的时候 就是文会和师会 有定才是修会嘛 文会和师会 但是没有定的时候啊 还不能相复这个欲 不能相复欲 但是有师会的时候 当然这个佛法的程度 是高了一点 他讲的佛法是不同了一点的 但是要有广播的文会 来支持这个师会 这个师会也是很殊胜 但是没有定的时候 还是平平的这样子 还是平平的 他就是啊 我以前说过 有一个在家居士写一篇文章 在菩提树上发表 这是多少年前 93年以前吧 92年93年 我看到菩提树 现在这个文章可以看 可以查到 现在没有一个人 他能够构制 可以主持残妻的 这话你能说他不对吗 不能说 这可见 有一点才华 学习了佛法以后 多少他有一点眼镜了 他一看呢 你们都是平平常常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 我看完这句话 一想也惭愧 这是惭愧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只是提倡征上会 这个定不要有神定 好 是的 修定也不容易 结果征上会也不够 又没有定 那是变成什么境界 戒也就很难 很难保持得住 也不用意料 你要是提倡征着 使用他 大家能够常常挑心 虽然还没得定 但是他时常在管理这一念心 叫这一心老实一点 我用这个不敬观也好 用这个熟悉观也好 管制这个心叫他不要放异 真是好一点 谁也没得定真是好一点 然后再有征上会 多消息 不要得少为主 重要的经论 要多消息 其他的经论我们也应该学习 但是假设一个人的头脑 我们不要就很高 要中等的 有中等的头脑 大家我还是因为 书多读一点是好 他这个学历高一点 有中等的智慧 这些重要的经论度一定要消 其他的慢慢地慢慢地消 这样子能达到一个高水平的境界 那么你在常常静坐的话 就算是没得定 这个人稍好一点 因为他常常用思念处 来调这个心 就好 如果你不提上 我不要去重视定 不要重视定 结果这个人就完全不 要相信的话 他就不静坐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境界 这个人的内心是个什么境界 但是我看现在佛教 我看还是要提倡 你成就不成就 是个人的因缘 要提倡界定会 这个银子可能还没成就 还是少好一点 fade 还是少ane 是 走 虚娃 不是 走